整个带旦 而且都有远大的报复 决心为国家驱逐来犯的敌人振兴晋朝 后来刘坤听说祖替在战场上杀敌有功 已经被朝廷重用 这使他非常激动 于是他给亲友写信说 我每天晚上都用割和毛做枕头 等到天亮我立志要消灭凶恶的敌人 所以怕祖替比我先出征杀敌 故事里的刘坤 想要报效祖国的心情之急切 甚至到了要用割和毛做枕头的地步 我们也应该学习刘坤这种为了报国而奋不顾身的精神 努力学习 长大之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后来人们引用整个代旦来形容为国杀敌心切 一刻也不松懈